袁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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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长生日之前说过 后来校长生日之后也说过 说过以后说 先 先 先让大家看 来 过来 过来 咱们给校长 叫校长接啊 这应该有仪式感 拍也好照 不 您过来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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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过来 不用拆 不用拆 来 学学 来 来 来 给校长生日 好 确实吧 这个 这个 来 叫姜莫复合戴会员 我来给 我来给简单 介绍两分钟啊 好 坐点有点小 校长 您坐一下 来 来 我拿着这个油头啊 就一直停着 大家看一看 这个 五张小照片 确实不是我照的 但是 莫名其妙就 在我这儿保存了 五张小照片 还没放大的 勒凯的 相子洗的 很不清楚 然后呢 我就一直保存着 去年参加校长 这个九十大寿的时候啊 我就冻着这个念头了 我想今年十二月份 给校长出售的时候 然后提前做好 送给校长 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这不单是我 我们俩的意思 应该是我们八五级 本科八五级 给校长这么一个小的礼物 因为江校长呢 作为政法大学的校长 只是在任 作为政校长 只是在任一年半多 所以我们年级呢 很荣幸 只有我们这一年级的毕业证上 是由江校长签发的 所以我呢 也无意中 就动了个小心事 把自己也植入了 把这别个儿植入了 直前之变 对对对 没有干活这个方便 还好钱 超过的 所以可以 这个相片啊 我后来也没来得及 跟横中商议 中国照相馆呢 是一个月取 横中一组这个群 组这个聚会的这个事啊 在群里提出来 我马上就想到这事 我说那干脆就提前了 然后跟中国照相提商量 他说行 正好来得及 昨天下午又弄过来 可以取的 所以这些内容呢 我就没办法跟他商量了 我自己做主 我简单写了这内容 这就是 江平先生在1985集 本科生毕业典礼上讲话 这是这个题目啊 主题 然后旁边这个呢 加了一段这个小帽啊 89年7月15号 这日子我记得住啊 中国政法大学 为85级本科生 举办毕业典礼 这是法大校史上 最仓促简陋 更是最凄惨悲壮的 一届毕业典礼 然后这几张小照片 这个校长 这一张还稍微清楚点 但是中国照相说 侧面 所以用了这一张啊 我这写了 江校长对85级学生命运的担忧和牵挂 写在脸上 表情非常到位 校长那 确实是发自内心的 这就这一张是主题台的 非常简陋 那个木桌的盖成蓝布 还有个横幅 这确实能体现是我们这一届的 这横幅也不清楚 中国政法大学 八九届毕业典礼 我这写着简陋的题台 和参会校领导 这张就更凄惨了 这基本都是男生在前面 全穿着大背心的 跨栏背心基本上 唱国际歌呢 这张在 同学们齐唱国际歌 那一年 国际歌被学生们无数次唱起 然后 这是我的这个毕业证书 上面有这个校长的签名 所以我觉得这个 对校长来说非常有意义 非常有意义 对 这种转移校长的见证